…… 救命啊 这王爷在树上 咱家的身子兽 怕担不住王爷的份量 求您在这儿帮忙看着 咱家去找人帮忙 行行行 你快去吧 不行 女的不行 换个男的来啊 是 就就就 叫娘娘 叫娘娘 笨蛋 你不就是男的吗 快给我回来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喂 你别怕 跳下来吧 来 我在这儿接着你 不行 你滚上开 你我素不相识 男女凶手不击 不行 你别啰嗦了 如果不想被摔死的话 就跳下来吧 是你 怎么是你啊 我说的哪个王爷在树上那么可爱 王爷 王爷 才人武如意 拜见王爷 王爷要是没有什么大碍 那如意就告退了 喂 武如意 你可否扶我去御花园 本王的腿脚多半是伤着了 你可否扶我去御花园 清雀自认为这几个月 剑术颇有长进 可是没想到遇到大哥 还是功亏一篑 对 清雀恭喜大哥 拔得此次比赛的头筹 拔得此次比赛的头筹 我还没跟吴王比较呢 大哥放心 吴王说这次他一定回首相 什么 这是 手下留情是什么意思 吴王说 自一年前 母后继承之日 被那武才人点破 他方才知道母后也是个可怜的女子 虽然得后卫 却郁郁早逝 每每念及此都会对你对我 还有制奴心生联谊 他知道此次你是志在必得 所以一定不会让你伤心的 吴王是什么东西 他有什么资格 居高临下来可怜母后 我要何必接受他的施舍 大哥 他也是一番 三弟 大家传言你剑法甚高 已经不若父皇盛年之时 不如咱们比讳一场 便可知道 谁会是马球队的统领 长幼有序 尊卑有别 我看不用比了 便算我输罢了 你认输 是 我已经说过 我不会以下犯上 所以便算是我输了 算是 你是我弟弟 又能卑贱到哪里去 怎么能说是一下犯上 再说 以你的能力 你未必伤得了我 不必推辞了 我已经说过了 真的不必了 restaurant 早点 我有点殷法 便 sculpt 走 你 incredible 你老子 你老子 你老姨 望望来 你老子 说来 我输了 名头虽大 骑时难辅 事事一向如此 嚣张 过躁着 多半没什么真本事 李克 别以为我看不出你在让我 不服的话 把剑拾起来再打一场 我看不必了 太子殿下 就算再打一千次 还是这个结果 是不能还是不敢 我不想生事 你在大伙面前已经够威风了 我想走了 没想到骄傲的吴王 居然也懂得韬光养晦 避人锋芒了 想必是你那病烟烟的母亲 教你的吧 你说什么 我说 以退为进 和扮缩头乌龟 不一样 说到可怜 有人扮一辈子可怜 也没把自己扮到 皇后的位置上 好弟弟 莫要重蹈覆辙呀 你闭嘴 原来靖王爷 也是要去御花园 参加比武啊 我不想去 去了也肯定早早被淘汰 耽误了这么久 应该已经有结果了吧 好啊 原来你是故意耽误功夫的 难道你就不判你父皇 你知道了 他会责罚你的 只要站在大哥三哥四哥身边 父皇不会注意到我了 你呀 你这个小鬼头 哎呀我不是小孩 好吧 靖王爷 哒呀那是 三哥 制度 三哥 别伤他 五姐姐 她不是说不来吗 我就知道 她一定还是放心不下陛下 你们闹够了没有 父皇 陛下驾到 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朕一下早朝就赶了过来 结果看到了什么 既然是比赛嘛 就得有个分寸 哪能像你们这个样子 哥哥不像哥哥 弟弟不像弟弟 若不是制奴和武才人 及时拦住 克尔 你就伤了成前了 启禀陛下 吴王殿下只是一时不察 他一看到臣妾 就马上收手了 对一个陌生人 对一个陌生人 尚且仁厚至此 怎么会 真的伤了自己的兄长吗 父皇 这也怪儿臣 没有及时出手制止 不然 也不至于 落得这样的局面 与你们二人无关 克尔 你知错了吗 儿臣知错了 儿臣知错了 成前 儿臣知错 既然已经分了输赢 都起来吧 免贵 陛下有旨 太子皇子 嫔妃众臣 免礼平身 殿 谢父皇 大哥 成前的腿好些了吗 启禀父皇 老样子 好不了了 别说丧气话 平时多夫是些 活血生机的药物 秦家练体 没什么好不了的 不参加马球赛也好 免得再受伤 尔臣 劳烦父皇操心了 大朝会上 有的是展示 文桃武略的机会 你身为太子 不能因为输了一场 便一副颓废的样子 让外人笑话 也失去了 你身为兄长的榜样 儿臣一定不让父皇失望 可儿既然今天你赢了 便得做好准备 一个月以后的朝会马球赛 一定要赢了北墨人 要让来朝的各国使臣们都看到 这世上最好的战马和骑兵 近在大堂 儿臣遵命 你们几个要勤学经济 要兄弟同心 不要辜负了朕对你们的期望 儿臣谨遵父皇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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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瑞安 我们回去吧 是 您怎么不好好休息一下呢 您都累成这样了 何苦还化他 你月月化他 随随为他进民大 正是何苦呢 好 怎么说话这么冲啊 对了 比武结束了吧 你已经输给太子了是吧 孩儿赢了 赢了 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 孩儿是按照母亲的嘱托 一再忍让他 可是他却不知道天高地厚 一再地挑衅我 这宫里不是年年岁岁 都演得同一出老戏吗 我早跟你说过 他强你让他强 他恨你让他恨 只要你不接招 不也闹不起来吗 可是孩儿已经忍让他很久了 今天他竟然辱及母亲 我断不能饶他 母妃 我从来没有盯着那个位置 可是这两年 我只要退一步 承前将要进两步 我看他不把我陛下外照申冤 他是恕不罢休的 母亲知道你委屈了 父母没有czy主 你从来组织 我对不住你 让你生为数字 拥有这样的一个外公 只能是王爷的名 可是克尔 人生在世 哪有强失尽如仁义呢 母亲 二痴知错了 母亲放下 从今以后 儿臣行事都以母亲为重 哪怕我就算是人辱苟祸 只要母亲安心就好 从今以后儿臣行事知道分寸 断不会 反正像今日这样的事情了 知道就好 太难为你了 母亲别难过了 对了 宫里边 有一个叫武才人的 不知道您知道否 武才人 你怎么知道他的 还趁今天见过他 我觉得这个武才人 很是有些不凡的样子 柯儿 你先听母亲说 这个武才人 千万不要接近他 知道吗 母亲先休息吧 儿臣先告退了 去吧 他没了 格尚 语 嘘 拿酒来 一滴酒都没有 废物 殿下息怒 殿下 魏征大人 听说了今日 您与吾王比肩的表现 发了不小的脾气 魏征不过是父皇的见证 勉为其难地接下太子失一职 我心里可还没认他当老师呢 不管他 陛下 本来就看重魏王治学 此次大朝会 吾王若是赢下了马球赛 二人则一文一武 恐怕对殿下的地位不利 李克那数字 自小便对我不敬 从未把我当大哥 当太子看待 就算见到我使不得不行礼 他的眼神 也总是透露出一股不甘 我一直怀疑 京马一案 便是他指使的 至于清雀 他是我异母同胞的兄弟 虽未像制奴跟我一般亲近 但兄弟总是兄弟 我信得过他 殿下 立后一事 只是延后而未定 属下认为 殿下可以与长孙大人见上一面 殿下如何能在大朝会上有所作为 也许可以听听长孙大人的意见 舅舅 他可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舅舅 他若一心支持我 当初维员成要提奏立后时 他便不会躲在家里 直到如今 只有一个人可以信任 大将军 侯军吉 你 免 免 免了 你在这儿呢 陛下 爷 坐吧 陛下 要是没有什么事情吩咐如意 那如意就退下了 有事 朕年轻的时候 看过一卷大荒西京 朕很喜欢 不小心弄了一团墨子在上面 王德说 放在这里头 你帮朕找找 是 朕记得你以前很爱说话 是吧 怎么现在那么安静啊 我怕我一张口说话 就把陛下惹怒了 到时候陛下一气之下走了 以后就再也见不着了 懂事了 这么说 叶婷还是挺磨练人的 啊 刚入宫 还记得吗 你喋喋不休地跟朕说 朕的皇后是多么地可怜 寂寞 辛苦 兴丹影之 想让你住嘴你还说个不停 现在 矫枉过正 一句话都不说了 想说就说 朕今日不怪你 我可以说了 陛下 这藏书阁 太子他们 也是常常来这里读书吗 那时候 他们用功得很 可能这世道就是这样 儿子们一长大 就让父母们失望了 就让父母们失望了 那制奴呢 他还这么小 总不该让陛下失望吧 我 我又说错话了 那都没有 不过你提醒朕了 好长时间没见着制奴了 你们的琉璃宴 你们的琉璃宴准备得怎么样了 在琉璃宴上 所有的工人跟嫔妃的服饰 衣着 妆容还有 餐食什么的 全部都已经准备妥当了 陛下 我听说在琉璃宴上 很多藩邦的奇珍异事 要以琴璃书画为名 来考教我大唐的工人 我觉得 这里应该很有意思 如果想好好去看看 这大朝会 举办了四次 琉璃宴上的较量 一般来讲都是我大唐营 这次希望不出意外 可是琉璃宴 就是一个游戏而已啊 陛下为什么 那么在意她的输赢呢 琉璃宴上的游戏 是两国的对垒 国与国之间 通过琴璃书画 赛的是人的才能 皆能反映一国一朝的实力 能够并不渗认地 让西域藩邦 对我大唐心悦臣服 这么划算的事情 何乐而不为呢 陛下此举 原来是有着居安思危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意思 对 如意之前倒是把她想简单了 你一个小女子 能够迅速地想到这一劫 实处不易了 你要身为男子 便可以做个谋事 陪伴在朕的身边 替朕出谋划策 难道只有陛下的臣子 才能时时刻刻地 陪在陛下身边吗 没办法 朕的政务太忙 没时间跟嫔妃们 朝夕相处 这么久了 都没有看到你说的那本 什么大漠西经 找错了 朕说得是大荒西经 大荒西经 也没有 那就是王德弄错了 说不定他根本就没放在这儿 李大人 原来是张公公 张公公今日此来 所谓何事啊 近来月余 这德妃娘娘 已经两次亲眼目睹 行尘划过天空 咋家记得 李大人曾云此类意向有 流星 飞星 坠星之别 娘娘还特意嘱咐我来问 不知李大人能否想说 有尾济光为流星 无尾济光为飞星 至地者为坠星 无论何类皆非祥瑞 不知娘娘所赌的是哪一种 飞星 记得上次青天间 记载的飞星平线 那还是在武德九年 可是我近日夜观天象 并无异想 这武德九年 莫不是就在那年 青天见相高祖皇帝 竟言了十个字 李大人 李大人 太白心 太白心 李大人 李大人 你 你没事吧 张公公 在下还有事 先告辞了 李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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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张公公密函 朝内一切安排拓荡 近日飞星平线 太白起 紫微落 阻证时机已到 太好了 这木途是越来越无礼了 居然敢耽误了近见的时辰 殿下 你看 小 obvious 但原本就给你愿意 向不回贿啊 他们有什么味道 到底江公大宗 陈兹典的 一个人 木屠王子远道而来 想必路途劳顿十分辛苦 因而误了时辰 小王的马饿了 跑不快 没想到 北墨连批宝马良居都没有啊 我北墨的宝马良居都在战场上 本王来这种地方 随便一匹坐骑便可 巡礼 入太极殿身上不可携带兵刃 请王子把随身的弯刀取下 便可随本宫入太极殿觐见天克汗 太子殿下有所不知 此刀乃无祖父亲 北墨诸布一向剑此刀 如见北墨大克汗一般 本王带此刀进太极殿 反而是合乎领数 崇敬天克汗之举啊 王子如此不是为客之道 大唐代客之道也不过如此 王子 王子 万事以何为贵 久温木屠王子的宝刀锋利无比 并以宝石势之致 今天本王得以一剑 实在是感到荣幸了 王子放心 本王并无觊觎宝刀之意 等觐见完之后自会奉还 请 华氏 欧崇德 irene 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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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恩浩荡 四海同庆 大唐天子降下旨意 宣各国潜唐使节 入太极殿觐见 宣贡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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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大唐天子 浪贡犒利 大唐天子 和非舍贡犒利 务别满 莫乃利 宣贡犒利 生平 五周同乐 可是每一次 总有一些好事之徒 借机挑衅 这些年 姐姐待我不薄 眼下正是妹妹出力的时候 只是不知道 又是哪些奇人异事 想招惹咱们 妹妹自己看捐册吧 明天高昌国 会派出一个月姬 友善琵琶 他所谈的琵琶弦 是一般琵琶弦的两倍醋 此番要以西语鼓曲 挑战我大唐的乐手 姐姐 咱们太乐鼠 也不乏擅长琵琶的大将 妹妹一定会好好安排 姐姐尽管放心吧 明日 东营书名天皇麾下 低齐施物不添手 也会一同前来 他们的供品里 有东营独有的冷暖玉棋子 不认识 献宝是其次 其实这一次 他也是来一分高下的 娘娘 咱们这汉林院里 陪同陛下下棋的棋带照 可都是经过考核之后 严选出来的呀 是啊 而且 他们都有精湛的棋艺 乃是我大唐的国手 岂害怕 区区一个多赢的物不添手 第一 据说这物不添手 长相妖艳俊美 深得东营皇后 宝皇女的喜爱 所以 才能以一个男子的特殊身份 参加琉璃宴 第二 若是我们派男子应战 赢则理所应当 输则有失国体 所以 我们一定要派女子应战 且战而胜之 方能使对方心悦成福 此次营战 并非一般的对弈 前两天悟不添手 已经送来一个棋谱 此乃千古残局 在东营国内 没人能破 我已经把这棋谱 送到棋院里 希望我国的棋手 能够窥破棋中的玄机 东营使臣观骨齐感 参见陛下 平身 谢陛下 与皇宫 贵国路途遥远 前使来朝 继设沧海 兼献方物 此份盛情大唐不会忘记 对贵国的疏明天皇 家旗乃成 已有包刺 可遥受左武卫大将军 赐紫袍金殿带 明日的雀楼之宴 还望贵使务必到席 谢陛下 与贵使一起来的务部天守 可是贵国的第一骑士 是的 没想到陛下您也知道他 在本岛 无人能与务部阁下下满白手 因此 他是我国当之无愧的第一高手 他此次前来 不但献上冷暖玉棋子 更是想与大唐棋手切磋起义 故特带来一千古残局 已先送至大唐 不知到了明日 他与大唐棋手 一起破解这千古残局的愿望 能否实现 还望陛下恩准 王德 朕记得后庭有一结余 不仅擅长书画 其意也很了得 回禀陛下 您说的正是徐结余 您还曾经夸赞过徐结余 其意抄群 不须于汉林院的启戴赵 嗯 那将这冷暖玉棋子赏赐给他 让他明日 与东营的务部天手一起 对异这千古残局 剩下的一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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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不论 我知道我大唐后庭里 是否真有女子能战胜此局 疾病娘娘 王公公到 王德参见淑妃娘娘 德妃娘娘 徐杰瑜五才人 公公不必多礼 陛下有何吩咐呢 回娘娘 咱家正是奉了陛下之命 将东营使节进献的冷暖玉奇子 赐予徐杰瑜 来啊 快去啊 臣妾谢过陛下 陛下还让老奴给徐杰瑜捎句话 陛下说明日应战物不天守时 陛下定会亲自前来观阵 为徐杰瑜助威 你 谢陛下 公公请转告陛下 徐杰瑜一定竭尽所能 不负陛下对他的期望 是 娘娘 那咱家告退了 好 好 秦玄 你带徐杰瑜去汉林院吧 是 姐姐 陛下那么看重你 一定要经历一试 嗯 并非尽力 而是一定要赢 每一届的大朝会 看似风光 其实都是暗流涌动 琴棋书画皆是战场 下棋弹琴看似游戏 其实都是关乎我大唐 还有陛下的颜面 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书局事小 如果给那些欺人 一尸落以口舌 在陛下面前加以奚落 那么 上至后宫三妃 下至无品女官 都难辞其咎 而且 往年都是我们赢的 今年又怎能输呢 是 臣妾必当全力一副 不辜负娘娘的厚望 嗯 姐姐 明日还有天竹国师 携天竹圣物前来 据说这天竹圣物 是天竹国至灵圣人 已留下来的 坚硬无比 这个人一路招摇 大肆地宣扬说 长安城内 再坚硬无比的东西 在这个圣物面前 都不堪一击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浑人 明日 定要让她这个圣物 在琉璃宴上 化为积焚 现在 这琴棋书画方面 都有凤林之才 已做备战 姐姐大可放心 只是这圣物已逝 此事 大可以去青天见 求教将士郎李淳风 李淳 此人精通天文数数 见多识广 而且 他是袁天刚 杰出的弟子 我相信 他有能力 可击破此圣物 好 娘娘 如意愿意替娘娘走这一趟 好 那就有劳五才人了 如意 为什么没见你 用那个福里面衫呢 娘娘 那把福里面衫 实在是太珍贵了 如意平时 根本舍不得 拿出来把玩 现在把它好好地藏 于锦盒之中 好生收藏呢 再珍贵之物 如果无人使用 也一文不值啊 希望明天琉璃宴上 此膳为你锦上添花 家师已闭关数日 不见来客 才人有何事相寻 才人武如意 拜见李大人 深夜打扰大人闭关 实在是不敬 是这样的 天竹国师 写圣物来到长安 他说这圣物 是圣人在成道之时 遗留下来的 无坚不摧 在大唐境内 无物可挡 请问李大人 这世上 真有这样的 天竹生物吗